这个男人捡起一块魔方 下一秒他闪现到了蒙古沙漠 还没缓过神来 又蹦出一伙时空警察 猥手的大姐说 你扰乱时间线被逮捕了 然后一棍子敲了上来 一瞬间 时间在他身上放慢16倍 帅哥的双唇微微抖动 但大姐习以为常 给人带上项圈 捡起宇宙魔方 押进时空管理局 洛基觉得自己倒霉透了 上午他想统治世界 结果被妇联打了更惨 下午 好不容易捡个机会逃跑 结果又被压到这鬼地方 这都啥事啊 自己怎么就成时间犯了 他趁人不备 想要开溜 给大姐拿出按钮一按 看来 这个项圈能重置时间 跑不掉了 认栽吧 大姐把魔方交给前台 随后把他送进一个小房间 房里有个机器人 小机器就这么一扫 鸡妹顿时少女娇羞 干什么啦 突然脚下一空 他换上球服 掉到下一层 一个男人拿出两米厚的纸 这是你一辈子说过的话 签字吧 洛基懵了 他今年1500岁 还有点话捞 这一辈子说过的话 被签了啥时候 好在男人告诉他 只用签一张就行 签完字他掉到了第三层 这次没什么幺蛾子 金光一闪 体检完成 推开一扇门 前面就是法庭了 也是审判洛基的地方 法官看着他 你认罪吗 洛基还是懵的 何罪之勇 法官办了一个小电视 播放动画片 动画里就是洛基被抓的原因 原来很久以前 有一场多元宇宙大战 无数时间线互相击件 差点毁灭一切 此时三位时间守护者出现了 他们将时间线合并 组成了一条神圣时间线 所有人都在这条线上 暗部就搬生活 偏偏总有些欠儿欠儿的人 喜欢跑到别的线上试探 这种人就叫时间犯 如果放任时间犯不管 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灾难 导致多元宇宙战争爆发 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 守护者创造了时空管理局 抓捕时间犯 而被抓的犯人 都会得到严惩 但洛基是谁 他可是诡计之神啊 咋回事 原来时间管理局内 魔法无效 这下尴尬了 法官一锤定音 拉下去 斩 洛基苦苦挣扎 你要不要再听我狡辩一下 此时一个白发大叔 站了出来 包下留人 他叫老莫 是时空管理局探员 他留下洛基 只为抓住一个危险的时间犯 而这个罪犯 居然是洛基本人 洛基更懵了 什么 他怎么不借自己干过这事 但不管了 既然逃过了审判 他就打算开溜 此地魔法无效 好在他身手了得 偷盗时空控制器 逃出了神讯室 他找的前台 要拿回宇宙魔方 可以开抽屉 莫基人都傻了 抽屉里 居然有十几颗 能毁灭宇宙的无限宝石 密罢看了都要流口水 更扎心的是 前台说 他们都是用宝石当阵纸的 洛基听我怀疑人生 看了看四周 他终于明白一件事 时间管理局 有点东西 就连无限宝石在这里 也失去了神力 此时逮捕他的大姐出现 洛基赶紧按控制器 回到了审讯室 他看着一旁的时间观察器 决定看看自己的未来 如果你预知未来 看到自己的一生 是什么感觉 男人看着电视 电视里是他未来的一生 他看到母亲因自己而死 眼泛泪花 又看到父亲离世 不禁掉下眼泪 他看到自己和哥哥 重归于好 又笑出了声 原来 他心里一直都在乎家人 直到最后 无限战争 他看到自己被灭霸掐住 一阵窒息感传来 他看到了自己的死亡 这就是洛基的一生 此时 时间警察推门而入 要把他缉拿 不料 被洛基反制 套上了时间项圈 洛基心想 把你闪现给我交了 然后开始打碟 玩到过后 一阵空虚涌上洛基心头 他一直自命不凡 可看完自己一生后 他才知道 自己不过是一颗棋子 这一刻他决定 加入时间管理局 帮忙抓住时间犯 但这是他真实的想法 还是另一个阴谋 谁也不知道 老莫虽然不信他 但还是需要他的帮忙 因为他们要抓住的时间犯 正是来自其他宇宙的 另一个洛基 这个洛基可不是一般的凶残 他穿越平行宇宙 扰乱时间线 杀害时间管理局士兵 犯下了无数命案 最可怕的一次 是往地上倒石油 引来时间警察 然后 但没人能抓住他 只能请洛基帮忙了 姬妹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作为轨迹之神 他一翻资料就揪出了时间犯的藏身之地 原来 按理来说 只要扰乱时间线 就会产生时间分支 被管理局察觉异常 但在末日的情况下 就不一样了 只要末日最终毁灭一切 那不管时间犯们怎么作 他们搞事的痕迹 都会随末日的到来 全部被销毁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 老莫带着洛基 穿越回了公元79年的旁贝 一分钟后 火山爆发 这座城市将灰飞烟灭 此时 洛基突然冲进人群 让村民的羊放跑 还大喊 世界末日来了 快跑啊 刚说完 火山爆发了 老莫一看手里的监视器 居然毫无反应 没察觉半点异常 看来 正如洛基所说 时间犯确实藏在了末日之中 他们回到管理局 熬夜查找资料 最终锁定了时间犯的所在地 2050年的阿拉巴马州 这里正面临着末日飓风 他们穿越此地 来到一处超市 里面物资充足 极有可能是时间犯的据点 果然 在这里 洛基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人 大街准备实施抓捕 谁知 被抓住手臂 一道绿光洗来 不好 他被附身了 就这样 两个洛基 正式会面了 此时 洛基说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 他邀请时间犯洛基 当自己的助手 两人一起统治时间管理局 没想到 对方并不感兴趣 还扔了一顿毒打 打完之后 这个洛基 现出了真身 原来 他是个女洛基 此时 女洛基的陷阱启动 无数的时间重置器 通过传送门 掉落到了各个时间线 管理局内 看到时间线上出现 无数分支 所有人都乱了套 出大事了 计划得逞 女洛基穿过时间门 要直接抄了管理局总部 没想到 洛基也跟了上来 两人大打出手 不料 他们被包围了 危机时刻洛基按下时间控制器 成功逃脱 可没想到 他们掉到了必死的末日 更倒霉的是 时间控制器 没电了 如果你能穿越时空 只能带一样东西一起 你会带什么 对洛基而言 那绝对是充电宝 因为就在刚刚 他们穿越到了 2077年的一颗卫星上 不巧的是 这里正在发生 毁天灭地的末日灾难 两个星球相撞 没有人能活下来 更糟糕的是 时间控制器没电了 他们还穿不回去 这就体现充电宝的好处了 为了活命 女洛基和洛基 只能选择合作 他们来到一个镇子 找能充电的家伙 没想到 镇子空空如也 人都跑光了 此时 前方出现一个小屋 女洛基一脚踹开门 不料 屋子做了个老奶奶 手拿电磁炮 何眉善目的 洛基看了眼照片 化身成为老头 打算套近过 没想到 没办法 他们只好询问 人都去哪了 老太太说 人都去火车站了 他们要坐火车 搭乘方舟号飞船 撤离这颗星球 两人一听 诶 方舟号 那里绝对有足够的能源充电 于是 两人准备先混上火车 但没票啊 怎么办呢 洛基一个闪现 化身成了首位 可走到门口 还是被拦了 幸好 女洛基一招精神控制 这才成功混上车 可没想到 车上 洛基喝醉了 拉着 这下好 被首位发现 将两人踢下火车 更绝望的是 这一摔 把时间控制器 摔了个粉碎 现在 他们只能搭乘飞船 逃离这颗星球了 两人长途跋涉 来到了飞船脚下 这里聚集了一大批 不能上船的穷人 他们发动暴乱 想登上飞船逃命 两个洛基混在人群中 大乘从后门 偷偷潜入 可就在这时 天上的星球解体 末日降临了 城市开始崩塌 人们四散逃命 一栋大楼倒了下来 眼看要砸到两人 此时 洛基出手了 现在 一线生机 就是登上飞船 但谁也没想到 就在飞船即将起飞之际 一颗陨石砸来 飞船没了 最后的希望破灭 所有人都绝望了 这是必死的结局 洛基能否成功逃脱 以上就是每句 洛基前三集的剧情书里 漫威留了很多悬念 时间管理局的来头 女洛基的目的 以及大家最关心的一点 洛基能否通过此剧 回归漫威宇宙吗